我初相識的時候整個臉都紅綁綁的 有牛皮腺有吃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已經沒那麼癢的了 沒那麼癢 那皮膚的滑正程度是否好了很多呢 臉就差很遠了 臉就差很遠 那人是否自信心大了呢 基本上本身都是 也有一點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劑量是多大呢 通常都是 我不是吃四顆的 那你也不是十分嚴重的 基本上是吧 因為我有些網友 銀舌病的都要吃八顆 因為它就是要爆頭那隻的 應該是很嚴重的 對你來說 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就是除了牛皮腺之外 其實我原來這麼多年來 都是有腸胃敏感 就是腸敏感 就是很容易肚子的那些 敏迪其實原理上 就是所有敏感 它都可以有幫助 基本上 那現在就不會說經常肚痛了 是呀 以前一喝到一些冷水 就會 立刻肚痛 馬上來 還有你的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的 現在都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不是混了 是不是容易了呢 沒有試過 好 又回來我們 游日廢人 我剛才說了新宣市 大家見到我無法可收拾一對手 但是背後都會有些和牛式 免費的 你想想 跟我身邊工作的都是廚師 都是廚師 其實他們煮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鐵板的和牛 那是員工派對 晚上我們自己出去吃飯 自己在酒店裡的其中一個餐廳 他沒有包東西吃 沒有包東西吃的 我們餐廳裡吃飯 那些廚師就拿了自己的康家本來拿出來 每天都有酒店大廚 又不是每天的 我們的和牛 就是這麼巧 我想強調一個入口職用 剛才看到我們平時會在 譬如說 因為我那個工作地方是二世股 我們最近有超級市場 那個叫Kujang 巨資安 那個就要搭半小時的車出去 還要錢的 行程車都要錢 可以不用 因為你看看 即是沒有說附近就有得買的 沒有的 其實因為我們那個是一間酒店 你真的要去到Kujang 比較遠的地方才可以買到 買另一堆 可能種菜 種苗那些 可不可以去到剛才 有些菜 有些腸 有些雞蛋那張照片 這個菜是自己種的 菜在哪裏 我以為菜 這菜是自己種的菜苗 然後我們在樓下 拿一顆是腸仔 剪了一顆雞蛋 其實我未後知道 整件事是不行的 我把它拿去雞蛋丁 原來是不行的 原來是不可以的 就這樣生蛋了 我會吃掉 原來是可以的 原來是不可以的 拿點咖喱 拿點飯 這樣就可以了 反而這樣還便宜 幾十日圓 但當然可以看看下一張照片 納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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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納豆捲 納豆真的不行 我到現在都吃不到納豆 但是我現在是可以了 繼那次事件之後 慢慢不知為何 臭 其實這碟也是臭的 真的接受不到納豆的口感和味道 是有點黏黏黏黏的 可能大家不知道納豆是甚麼 納豆就是黏黏黏的食物 日本人的早餐是必吃的 很喜歡攪拌飯 我自己喜歡直接吃 攪拌好的芥末之後就直接吃 其實挺好吃的 還有健康 現在注重健康 我打算再挑戰一次 我可以試一下 我待會就下去看看 這個其實是甚麼呢 我平時下班會有飯盒拿 我派飯盒給我一個叫霞姨 霞姨可能你也聽過我的故事 有霞姨出現 下班會派飯盒給我 這個飯盒基本上 日本人來的 日本人來的 其實我拿到宿舍 我會扔給我另一個香港的朋友 我基本上吃不到 這個人太累了 因為每天走了兩萬步 最出色的東西 你們出入廚房和餐廳 全菜到處都這樣拍 我們要你狗等 就放下了 一碟一碟上 也不會要你香港的那些 很厲害的 香港的那些 真的很糟 可以耍雜技 最執的東西 當然要你執的 基本上回到宿舍就是這樣 完全不想吃東西 然後就扔掉這盒 因為太累了 結果我過了一個星期 有個朋友見到我 我下床 因為他煮我的下架床 瘦了 瘦了 一個星期 這件事很嚴重 大家看我的宿舍就知道 你沒有閒熱嗎 真的瘦 真的瘦 結果那段兩個多月我瘦了二十公斤 是二十公斤 真的 所以你說我有沒有肥呢 可能因為是站在這裏做事 對 站在這裏做事 都不小心消耗 那時我上班 晚上有寫書 有時通宵 我都是瘦了 吃什麽都好都是真的瘦 始終跟坐在這裏做事真的不同 你只要走二萬部 但一定要吃這類的 當然你和牛是否每天都要吃 當然不是 在開派對才有 員工福利不是經常都要去 而且會威勞一下自己 有一段時間半假那些 就會去喝杯啤酒 啤酒在日本社會來說 是多缺少的一部份 對 總之都要喝酒 但我就敏感 所以要喝酒 即日她有得說 我沒有辦法都要喝酒 所以就喝啤酒 基本上在北海道 我先說北海道 北海道的課題是歧視 歧視這件事很重要 為什麽呢 是歧視的 給日本人歧視 其實你說出到去做事 是不是很像雨傘 很好啊 她沒有歧視 我真的沒有 每個人都對我好 都覺得很幸運 但我又沒有說自己不幸運 看你怎看 有時有些事情都要看你 看你不值得開你 基本上跟我工作 有一個四十五十歲 我叫她Mr.Bean 為什麽呢 因為她的樣子真的很像Mr.Bean 一個很像Mr.Bean的日本人 大家可以Google 誰是Mr.Bean 日本人 不是Max的 不是Max的 她還有老婆子女 也是住在那裡附近 但她的樣子像Mr.Bean 應該挺好笑的 我以為是好笑 但她是一個只懂得日文的日本人 我講的是廢話 只懂得日文的日本人 有些日本人懂英文 懂普通話 有些日本朋友懂普通話 對 很厲害的 但其實在一間國際大酒店工作 英文、日文是基本 不過如果你說廚房的 可能就不用去做全菜 全菜跟我一樣 可能就少 真的全菜 可能都是講回日文 就算對外國人都是講日文 所以都要求不高 但她沒有說什麼耐性 她一來就說 這個這個這個怎麼做 可能你不懂日文 她會是這樣 即是不會教你的 不會像我那些 一定不會 一定不會 即是說這個是去第幾號台 那個去第幾號台 其實號碼這些 號碼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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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的 但有些代客用語 可能我未必太認識 或者客人說什麼 我未必認識 對 始終代客用語 真的要另外學 也會的 我掛著兩個牌 一個中國期 一個英國期 為什麼我有兩個牌 因為我拿著DNO去apply 英籍 英籍 這個又是追足一年 所以就有兩個牌 那些人都會問 為什麼你會有兩個牌 因為我是有中國籍 又有英國籍 一直都被人問 為什麼廣東話這麼好 又會的問 為什麼你會這麼好 說回Mr.Bean Mr.Bean 這個人是挺奇怪的 當地 你想想想日本人 一定支持日本人 好像我們香港人 支持香港人一樣 日本人都不支持他 即是泛眾爭的系列 他還說 為什麼你日文這麼差 他甚至乎不只跟我說 其實日本人很少這麼直接 一個人 真的怎樣都讚你 可能你會說 可能還沒很夠 或者怎樣 會教你 不會說 為什麼你的日文警察 真的這樣說 不用你教我 你不用這麼踩我 我知道我日文警察 我不會被人派到這個位 當地也有些台灣人 那裡也有些台灣人 所以很少台灣人 會這樣 因為台灣人的日文很好 日本人也會幫我 只有他一個日本人是這樣的 對 只有他這樣 譬如說 有一次我客人不吃一碟東西 叫我拿回去 我不吃這碟 那客人是日本人 我便說 不好意思 那個客人不吃 那時候我不是很會說 譬如說 這個客人不吃了 我想說 沒吃過 沒吃過直接拿進去 沒吃過直接拿進去 然後 他簡直不是對著我說 是反過來對著廚師說 他說什麼我完全不明白 即是他這樣跟廚師說 他說什麼我不明白 當時我們還有個walkie talkie 然後他還說 喂喂 Aan說什麼我完全不明白 他在說什麼 我是生氣 即是他的態度是壞的 很壞 嘲笑式 嘲笑的意味 其實之前也有 我剛才說 我試過在那個空間裡哭 因為他不止一次 很多次都說 日文不好 什麼什麼 作為一個男人 四十多歲 一個妹妹 你考慮一下 他用唯一的語言 他笑我第四個語言 這件事是挺肉酸的 那一刻我忍不住了 我用英文跟他說 你憑什麼笑我 你用英文說 你就用英文跟我說 你這麼聰明 他聽不懂 他聽不懂 因為他犯了一個大忌 愛愛 餵餵 就是餵餵 很熟 因為即使熟也不會用餵餵 其實就算熟也不會用餵餵 日本人一定會看到他叫名 不會用餵餵 不停地餵餵我 我說你很老 不要用英文說 我不會在這裡說 你很老 你不要再愛我 我學過日文 我知道我會很不公平 我跟他說 我不會很差 他說 你從哪裡學回來 完全不是 他反而想糾正我 他想糾正我 那一刻真的很好笑 那一刻真的很好笑 然後我說 你說我日文差不要緊 你不用跟全世界人說 還要開麥克風 那些日文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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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明白 要不要出國 你不如跟老闆說 我真的無法跟他做事 我不介意 甚至乎當時有些日本人 有些日本同事 鼓勵我去投訴他 日本人都叫你去投訴他 都看不眼 我不知道是借刀還是怎樣 很多人討厭他 很多人討厭他 不如去投訴他 那時候我會想 算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又不是怕事 可能你認識我這麼久 都不知道我不是這種人 但我覺得 我還有一個多月就離開 不如我用心思去做 即是做幾個月而已 對 做幾個月而已 不如用心思去做 而且晚上有和牛吃 而且我都開始被人剪刀 因為不需要太多人 因為我開始轉入淡櫃 淡中淡 被人剪刀這個 不過我遲些再說 你繼續說 被人剪刀這個 被人剪刀 中間多了很多時間 可以去那張滑雪的照片 因為當地有些滑雪 這個在我的blog上 可能有些人看過 都可能會知道 因為我在一個滑雪的地方 叫二世古的一個雪國 那裏工作 基本上員工半家 租任何東西 你之前已經懂滑雪了 不懂 去到學 去到有個香港同事教我 甚至乎他自己 都會有他自己的滑雪用具 他好像做得很久 有自己的滑雪用具 但當時我就沒有 我和朋友 這塊板是公司的 至於這套衣服是我自己買的 自己想下天買 下天之後再說 太好用了 對 太好用了 對 太好用了 譬如說 中間有些休息 或者那天休假的時候 就會滑雪 就去滑雪了 第一次我滑雪的時候 首先是小扯波 小學生程度的扯波 接著就去中學生程度的扯波 我試過是 教練你不如 因為我和朋友 我朋友教我 然後我說 教練你不如放棄我 我自己就回去 算了好不好 最終踏踏踏踏踏 好像用了一個多小時 就回去 其實一本零十分鐘 就回去 公余時間 做一下這些事情 可以開心一點 開心一下 然後去一下唱K 因為附近沒有這些娛樂 搭出去唱K 有時候就跟同事 開一下大食會 在樓下開大食會 像剛才那些 都有很多情況 大家交流 到最後我得到一句 說Anna你的日文好很多 是很開心 那一刻真的開 因為真的和多了日本人溝通 真的會好 要是你不懂那句也好 你見到他聽到他這樣說 原來是這樣說的 即刻 真是很重要 所以其實是開心的 即是你說 就算有多少辛苦 人家說你什麼 欺凌 沒有的 只可以看開一點 因為說真的一句 你去到外地 你不會一發封信 那你的Mr.Bean 最後沒有投訴 Mr.Bean最後沒有投訴 但到最後 譬如說他的禮貌 因為我反咬回去 因為其實 就用英文 我反咬回去英文 因為日本人是欺善怕惡的 我發現 你只要罵回去 他之後就會好些禮貌 又或者試過有一次 我唱歌 或者自己有說話 你為什麼心情這麼好 自己有說話 關你什麼事 之後反而是朋友了 他當然想跟我朋友 咦 我說關你什麼事 我沒這麼說 內心想這樣說 內心說關你什麼事 但心情好 我說我很喜歡自然自語 還要用英文自然自語 我說自己跟自己說話 我很喜歡 然後到最後 我又不是說他巴結我 但是態度有所改善 就是態度有所改善 知道你是會反抗的人 也好一點 也可以開心地做魚蟹 你說那些奸 當然也不是自己 自己騙 所以我覺得 那就是主管幫你騙 要你回哪一天就回哪一天 不可以說我想回這幾天是不行的 沒有的 嘩 所以大家找工作 就真的 求成百分 不可以求成百分 真的好不幸 你看你的公司 那個做法是怎樣 各個公司有各樣不同的做法 老闆都有各樣不同的規矩 有定心理準備 對 你好不幸好 好像遇上我那些全部都這麼好的 兩間都這麼好的 好不幸遇上我那些是哪些 會有被欺凌的 就看閣下的運氣 是的 我們下一集 都會繼續再講一下打工的事情 講一下我們其餘的那兩份工作 我的辛酸史 你的幸運史 你的幸運史 都是一個幸運史 我們就再見 天天廢人多謝大家 多謝 拜拜 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就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的情況是怎樣 你好 你好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被蚊咬 被蚊咬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好之餘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停化開了 很厚 變了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厚 很厚 是的 現在是細達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之前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來試的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的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我今天再上來買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消炎膏、淚膏等都塗 用了很多藥膏都不行 也去看過醫生的 都不行 我沒想過這幾顆是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 今年30歲 用了一支洗頭水 加一支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的廣告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都用回了 就全部出回了 可能遲些 等毛囊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